原标题,北约延绵大师,顿舰又伤弱着尘了。 谈点宙斯顿的碰碰船声扬,据挪威媒体报道,此前,已与货轮相撞而致冲探割起的挪威皇家海军因斯坦号导弹护卫舰,前号F313,在经过数天的扶正固定工作没有显露出预期效果之后,其船身主体已于当地时间13日下午沉入海水之中。 令人尴尬的是,挪威国防部刚于前一天宣布,在多达七根钢索的固定之下,因斯坦号的状态已经基本稳定,并已经开始进一步的开套工作。 从相关图片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除了仅存的部分维杆,还露出水面以外,该舰的船体与舰桥已经完全被冰冷的海水所淹没,因斯坦号护卫舰已于当地时间13日下午沉入海中。 导致这艘宗舟斯钻舰最终沉没的原因,是于11月8日凌晨,发生在挪威斯图拉工业港附近海域的一次撞船事故。 此次事故中,刚刚参加完北约的三叉几节点2018联合军演的因斯坦号,在归途中以17节的速度直接迎头撞上了离港部久的索拉号游轮,这直接导致了因斯坦号被诱咸船体,被斯坦的大口子。 虽然该舰舰舰在第一时间就当机力断的,做出了冲滩搁浅的命令,不过由于后续救援工作缓慢,最终还是未能阻止该舰的沉没。 而这一事故,自然也让刚刚在北极圈,以致演方式,挑衅俄罗斯的北约颜念大师,感谢优先传体,在事故中被索拉号游轮撞出第一道大口子。 虽然诸多媒体在此次事故发生后,就迫不及待地在这艘装备了宙斯盾系统的因斯坦号导大护卫舰头上冠以世界上第一艘沉没的盾舰的称号。 不过严格来讲,因斯坦号导致并非第一艘沉入海中的宙斯盾舰,因为早在2006年11月初,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所举行的一次实弹打把训练中,大名鼎鼎的提康德罗加级导大巡洋舰的三号舰,负极5号CG50,就在拆出了舰上宇宙斯盾系统相关的诸多部件设备后,就被当成了目标把舰, 并最终被导弹鱼雷送入了太平洋海底,成为了世界上第一艘沉没的盾舰。 被当初把舰机成的伏击古号,才是第一艘沉没的宙斯盾舰今年来,全球各国海军装备的宙斯盾舰,似乎都突然也裂上了碰碰船这种危险的游戏。 在此次挪威护卫舰撞船事故发生之前,已经连续出现过数起与海上航行安全有关的事故,其中包括2000年美国海军科尔号驱逐舰在鸿海被极端武装分子的刺杀是快艇袭击。 2017年6月,美国海军飞茨洁拉德号驱逐舰在日本东京湾外海与菲律宾集破船相撞,2017年8月还是美国海军奔卖凯恩号驱逐舰在新加坡海域与一艘商船相撞的,以上事故均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并导致军舰在短时间内失去了运行能力。 今年年来,各国海军宙斯盾舰海上碰碰船的事故层出不穷,而作为此次撞船事故受害者的英斯坦号,则是挪威海军南森级导弹护卫舰的四号舰,该型舰属于西班牙F-100型发展级导弹护卫舰的衍生版本,装备有著名的宙斯盾系统,由于本级舰的满载排水量堪开超过5000吨,因此南森级也被称为全球最小宙斯盾舰, 其中,英斯坦号于2006年开工,2009年正式交付挪威皇家海军使用,担心造价95亿美元,因而形容分析人士指出,即使英斯坦号之后被成功打捞,但由于舰上金贵的船电设备,因进水而受损严重,因此该舰的修复工作,可能会比重建一艘还更麻烦,由于主要船电设备均已进水,该舰日后的修复工作, 会一场兼聚职的议题的是,以昨日挪威安邮报,公布的事故前英斯坦号与索拉号两船的无线电通话录音来看,事故的主要责任应由英斯坦号承担, 因为在两船相撞之前,索拉号就已经警告过英斯坦号的航线岂有可能造成一白,而英斯坦号在街道警告之后,却没有做出有效的反应或规避调整,虽然该渐渐找登机立断,下令冲堂隔禁病器件,避免能更大的人员伤亡, 但这并不能掩盖事故发生之前英斯坦号的种种失误,因此,无论事故后的处置多么正确,恐怕等待该渐渐找的也只能,是来自军事法庭的问候了, 等待照片中两位老兄的结局,恐怕只能是来自军事法庭的问候了,从另一个角度上看,此次事故中相关人员处理不当的情况, 更是折射了几军队人员素质与管理制度所暴露出的诸多问题,而造成这一系列状况的原因, 和这些欧洲国家自冷战结束成平时久之后的军委见识放松,有着几文明切的关系, 这一事件也深刻说明了,妄诈必为,这四个字,从来都不会是一句虚言,力量究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